你的资料显示你是职专康复管理专业的 我想问问你为什么要去学康复管理 家里有病理人 谁呀 我的姥姥 而且就是家里人觉得做护士 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行业 正好我也挺喜欢 但是只干了一年在医院做护士 对 因为在那里头 让我遇上一个比较刻骨铭心的事 什么事 就是在轮岗志的时候 我轮到了急诊科 然后120送来一位老大爷 突然发作心脏病 我就看他们在给老大爷去做抢救 但是最后还是老爷子就过去 那个时候让我感觉特别难受的是 他的儿子就一下就给我们的老师跪下了 就说救救我的父亲 我那时候就真的是像现在 确实不好意思啊 有点激动了 流眼泪 那个时候就被护士长给轰出去了 然后下午的时候就做了一个小的开会 就说其实我这样感性也没错 但是在正规的护理和帮助病患的时候 我这样会让家属更难受 在后头就经过了一些的改进 但是心里还是有点脆弱 因为毕竟家里有一个生病的姥姥 就是那种感同身受吧 就是怕真的有一天 她也没了 你觉得这件事是造成你离职的最主要原因吗 也不是 后期的时候姥姥确实的身体素质是越来越差 就是需要有人护理 我母亲身体也不好 所以我选择了离开 你那时候谈恋爱了吗 没有 我那时候一百八十斤呢 谁跟我谈恋爱 别这么说 一百八十斤怎么了 你长得又这么好看 你不后悔吗 后悔 你现在回过头来想想 如果现在再给你个机会 回到医院 去急诊室 做护士的那个岗位 你还愿意回去吗 还是挺想回去的 你还会哭吗 也许吧 因为现在有孩子了 然后心肠比以前还软 但是我觉得 倩倩离开护士行业 这个选择倒是没错 是因为你这种感性 可能是一个弱点 但是对于销售来说 这种同理心反而是你的优点 它会让你跟客户之间 快速地拉近关系